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官方的计划 这一税收可能在两年后推出 但有关房产税对业主是否公平合理 以及对房价的作用争议依旧 3月4日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 大会发言人张叶随就房产税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称房地产税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 发言人表示 房地产税的征收目前还在内部讨论和征求意见阶段 离正式出台还有相当的时间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对这一表述的解读是 这无疑是释放了鲜明的信号 即征收房地产税已经是确作无疑的方向 此前 在2017年12月20日 财政部长肖杰在人民日报撰文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其中提到房地产税的部分称 要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 对独生子女巧取豪夺 中国国内关于征收房地产税的讨论 近年来持续不断 如今 这以很多人担心的新税种正式上路 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话题 毕竟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 有人望楼星探 有人正在努力 有人已经圆梦 有人甚至坐拥多处房产 近日 在微信上被广泛转载的一篇文章警告 一旦引入房产税 受冲击最大的 是广大经济条件一般的独生子女 由于独生子女很多将继承至少两套房产 就要面临一个选择 要么被国家拔羊毛 要么想办法将房产变换成更保值的东西 即便有人想通过出租来保有房产 但按照目前1.2%的税率来看 很可能的情况是房屋的租金 仅仅能维持其所需缴纳的房产税 加上未来可能征收的遗产税 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 作者认为这一税收是巧取豪夺 文中所列举的数字和算法 不一定经得起推敲 但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军民的极大担忧 中国房地产业的重量级人物 华远集团前总裁任志强也曾直言 现有的政策条件 这样的收房产税就叫抢劫 但也有人期待房产税能抑制房价 凤凰房产2015年进行的一次网络问卷调查显示 在1.5万名受访者中 近60%的人认为房产税将导致房价下跌 经济学者马光远在微博上指出 老百姓对于加税的行为一般都是反对的 但唯独在房产税问题上 支持征收房产税的民众比例之高 令人惊叹 税收抑制房价 痴人说梦 但相当多的经济界人士认为 房产税不会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经济学者沈灵 在写给德国之声客座评论中表示 开征房产税可以压低房价的看法 是一种误解 抑制效应顶多就是一次性的 开征新税而不取消原有税费 当然会抑制交易 有助于降低房价 但是一旦开征以后呢 税率相对稳定 并不能时时时刻刻调整 更不能取消 除了期待出现降价房价的杠杆作用 专家认为 出台房地产税的另一个目的 是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收的长效机制 由于地方政府土地拍卖的收入在降低 需要找到新的支持城市运营的收入来源 因此 未来将用房地产税替代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 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 沈灵指出 中国的土地不属于房屋所有人 而是房主向政府租赁来的 目前体制大体上是70年的使用权 让中国房主为不属于自己的财产缴税 是不合理的 而且这会造成社会阶层的隔裂 也会引发对产权保护的怀疑 最终阻碍中国经济增长 他认为 未来对房地产征税实际上就是对老百姓过去40年辛苦工作的劳动成果征税 因为中国家庭财富的70%、80%都体现在房子上 德国的房产税 德国对房产的征税除了一次性的房产交易税 还有长期固定的房产税 这两种都是地方税 各地的税率不同 房产税是对房屋及所在的土地征税 征税的依据是所谓的统一价值 这一价值的确定 因房产的建筑年代不同而有很大差别 有的甚至是基于二战前产生的参考价值 因此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 不考虑上述差别 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房产税 对普通居住用房来说 一般情况下 每年最多是现在房产价值的千分之几 这与美国实行的房产税 税率相比相当的低 与中国现有法律中提到的 房价余值的1.2%的税率相比 也低很多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